好 今天的2024谈正式内容带你来关心到 现在距离投票日不到20天 不过其实距离这个选战开打以来 这段时间在全台各地都有很多的里长 就被查出他们疑似是接受了上海国台办的邀请 那以7天6夜可能只要1万多元这么便宜的旅费 到中国大陆这边来旅游 那回台之后疑似再来宣传一定要投给特定的候选人 这样子有涉嫌戒选的行为 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最大总 光是在台北市这边 检调一共就约谈了41名里长 其中3个人交保38人请回 那最新在高雄市这边检调一共是约谈了49个人 那其中有20人18名里长跟2名的这个旅行社业者 一共20个人是被列为被告 那为了要防止这样子戒选的状况再扩大再更严重 检查总长行费招 他最新是召集了跨部会的会议 包含中选会检调警方调查局 连政署还有移民署 是举办了进化选丰的联系汇报 那一共呢是列出了5项 包含呢是里长他们可能是到大陆这样子 有戒选的行为 有5大的犯罪态要 那其中第一项呢我们先来看到 包含呢这个国人他招揽里长还有亲友到中国大陆 那费用跟行情呢是明显不相当 就像刚才提到的7月6月的旅费呢 只要1万多块这样子的行为 那回台之后来要求支持特定的政党跟候选人 这样子是已经违反了选霸法第86条 最终会判处10年的徒刑 那另外呢这个就是受到渗透来源的指示 所谓渗透来源呢可能就是大陆的官方或者是他们的附随组织 例如说像是统建部等等 这些人员的指示来委托或资助招揽里长跟亲友到中国大陆 一样呢这个费用跟行情是明显不相当的 要求来支持特定的政党跟候选人 这样子的状况被查处 最重呢其实会被依照费渗透法 还有选霸法判处15年的徒刑 那另外再看到其他三种的态样 包含了呢是这个招揽者 也就是来 以及还有这个受招揽的民众 这两种呢一样是受到可能统建部等等的指示 来委托跟资助 那在回台之后呢进行公开演讲 或者是署名推荐还有发传单啊 站台这些等等的行为 来宣传特定的候选人 那最终呢依照凡生透法跟选霸法会被判刑5年 那这个一样哦受到这个来源的指示 那虽然呢自己没有亲自来做这些行为 不过再转而的来委托其他人为特定的候选人 站台跟宣传等等 这一样也是判刑5年 那另外呢就是受邀到大陆来旅游跟参访 那这个费用一样是不相当的对价 被查出来的话 来承诺投票或者是我一定投给谁 一定不投给谁这样子的行为 依照刑法第143条 最终呢是会被判刑5年的这样子的徒刑 那其实呢包含了这一个 离长到大陆以及呢一些假民调等等 这样子的状况 在大选投票日之前呢 检调就发现了是可能会有越来越严重的状况 所以才要紧急召开这样子的汇报 那检查总长形态招 他除了呢来发现这个五大的犯罪太阳之外 来罗列出这样子的五大犯罪太阳前检调来注意 也建议检察官哦 在办理这样子的反渗透案件的时候 申请强制处分时 应该呢是要加强来论述 这样子是属于竹木案件的 如果法院是驳回了生压 可以申请来向上级法院抗告 就是呢要避免这些盛行人呢 他们如果没有生压等等的出来 可能呢会有在串供等等这样子的行为 那必须要在大选倒数 因为投票日真的只剩下十几天了 所以要全力的避免有境外释入来介入台湾选举 以上就是今天的谈正式内容